哦 再来看到这是全国首例打了BNT疫苗 竟然是出大包 这个是新北三峡恩主公医院的护理人员 竟然是勿将还没有稀释过的BNT疫苗当成了残疾 结果就帮25个人打了疫苗原意 等于现在是打了一般人的4倍的剂量 其中还有9个人现在得住院观察 那么院方他们是出面道歉 指揮官陈志忠也表示将会进行惩处 而当天施打的画面也曝了光 新北三峡恩主公医院主管排排站鞠躬道歉 而17号上午在永福公的接种站 勿将未稀释的BNT疫苗直接给民众接种 画面曝光做最右排的单号民众 全都被打错剂量 总共25人包含14位女性以及11位男性 年龄介于18到65岁之间 虽然暂时没有其他副作用 但消息一处让隔天打苗的民众挫了蛋 欺负人也没注意 担心要怎么做 目前有9人注意观察 5人不就医11人看诊后返家 这些人统统要再追踪三斗七天 但到底怎么会打错 以为这些是稀释过 也以为是残疾 所以他们就每瓶抽一份 院方人员误把原液当残疾 BNT疫苗需要稀释5倍施打 但比比稀释前后 从外观上就有差异 剂量也明显不同 重点是就算没打完 还有一个关键步骤 明明机关署影片都有交代 居然还出包 专家痛批医护人员教育不足 归咎于教育不足 可能是新手上路手制 BNT施打前有10个繁琐步骤 注入1.8毫升生理食言水稀释 最终因平才能打到6剂 但这次出包原因 追根就底医院这么说 训练的不足或者是这些同仁当时的慌乱 院方直接推给基层 只是这次重大失误 不但损失125人份剂量 还让25人陷入超量大苗风险 指揮中心除了指示 地方政府专案调查也有所惩处 恩主公的会惩处吗 当然那个会的 目前恩主公医院停打疫苗一周 已经约的800人也将转介其他医院 究竟是基层失误还是训练不足 专案小组厘清当中 记者杨中胜蔡山新辈次访报报道 现在专家就很担心了 这25位的民众 他们打到了高浓度的剂量 恐怕是会增加他们的心肌炎风险 所以建议了这25个人 最好是住院观察一周的时间 不过他们第二剂 能不能够打BNT疫苗呢 专家解释 如果又是打了MR内的疫苗 恐怕会引发的免疫风暴 是太强烈 就会像是被飞机撞到一样 所以建议他们是改选AZ疫苗 一谈到母亲林先生难眼激动 怎么也没料到母亲会打到 没稀释过的BNT疫苗 接到医院来电 一度以为是诈骗 但母亲打完后全身弹软无力 还疑似心虑不整住院观察中 台湾现有疫苗莫德纳加AZ 还有高端不需要稀释 唯独BNT疫苗因为制程关系 需用生理食盐水稀释 学中心推估包含林先生的母亲 以及其他24人误打的BNT原因 浓度超过正常4倍 打了未稀释的疫苗 专家认为疫苗浓度高 会影响身体吸收 可能出现局部红肿 或引发周围组织病变 一旦吸收进入体内 就怕免疫反应激烈 出现心肌炎 心周围炎等症状 主要是这个 结肿部位疼痛跟红肿 是比较常见的 那还没有看到有 严重的不良反应 曾经有报告就是 引起麻痹啊 或者是 甚至那个 格力巴列症候群的这种情况 尤其18到22岁年轻族群 免疫反应更强 28天内可能有心肌炎风险 建议打BNT这25人 住院观察至少一周 出院后最长两周内 不要剧烈运动 但误打BNT原疫后 这些受害者 第二剂该如何接种 打下去又比莫德拉 又高那么多 所以就不是就很像 被飞机撞到一样吗 直接改换成A剂的疫苗 A剂的它T器官的反应 相对的是比较优 接种BNT原疫民众 第二剂如何规划 专人祥表示 目前仍在寻找文献资料 也会与专家讨论 藉旧天前较强 与SNG台北采访报道 好我们先感谢小胖的斗内 他说今天的衣服 很符合小汤圆 因为小汤圆是个 非常有爱心的人 我们也是感谢小胖的斗内支持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来 持续关注到的是 BNT疫苗 现在好像迟到 所以导致呢 有些学生他们目前 还没有打到他们的疫苗 我们来看到呢 客制化的这个BNT疫苗 原本是说在中秋节之后会来 但是后来现在是延迟了 改成9月30后 才会有55万剂的 这种客制化标签的BNT疫苗抵达台湾 所以原本呢 是10月5号 6号要来接种的人 现在是被迫要延到10月9号的时候 他们才能够打到他们的疫苗 所以我们来看到北市的部分呢 有19所学校 还有1.3万名的学生 他们都是受到了影响 那么这当中还有两个高中 14所国中 还有呢 三所的外侨学校 那么在桃园高雄的部分呢 也是有4.3万的学生 他们目前也是还没有打到 他们的第一剂疫苗 另外在台中的部分 有3.6万剂的缺口 所以看到现在很多人 其实都还没有打到 他们的BNT疫苗 但是现在很担心了 因为10月9号的话 你才能够打嘛 但是紧接着 断考马上就要到了 断考是很多学校都是定在 10月14号跟10月15号要来考试 那么现在全台的校园施打 现在整个是乱掉了 很多家长他们很担心啊 你万一打完疫苗 自己的小孩 到了断考这个期间 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 会不会发烧呢 或是很不舒服 会不会就影响到断考哦 所以现在很多的家长 他们是忧心忡忡 上周BNT开始在校园接种 另外第九轮也同步开打 现在因为BNT延迟到货 导致学校接种 出现了30万剂缺口 因为疫苗有点延了 所以必须要到10月9号之后 才会配送 做影响的有19所学校 大概有13000个学生 北市府原本排定 10月5号6号 进行BNT接种的19所学校 因为中央无法及时配发疫苗 因此要重排施打日期 预计10月8号9号再打 还尴尬遇上断考周 有国中校长指出 学校形成大乱 不知如何安排接种顺位 才算公平 为何当初没有预留疫苗 给校园接种 也引发外界质疑 运送的日期上面 一度以为会接得上 后来这一批有延迟 只为中心公布 第十期疫苗施打计划 对象是50岁到64岁的民众 打第二届AZ 和10月6号之前 接种高端第一剂 满四周以上民众 医院登记到29号中午12点 10月6号到12号开打 却少了原本规划的BNT第一剂 第十期的部分是到12号 那它有一些时间 我们可以在 等它到的时候 我们再做最后的确定 截至27号 BNT接种达到了71.7万剂 新增14例 疑似其他严重不良事件 年龄介于15到39岁 个案的情况包含 皮疹 呕吐 全台累计总共19例 另外台北市在10月1号之前 在11家医院开设AZ第二剂 特别门诊 只要符合公费疫苗接种对象 第一剂接种AZ满10周 由于不限制年龄 与中央施打规划不同调 是否有违反规定 指挥中心回应 因为这批疫苗的效期 直到10月3号 所以才会加强接种 但也提醒要前往施打的民众 必须跟第一剂间隔满10周 记者张昭鹏 王一仲台北报道 另外我们持续来看到 在学生族群当中 其实也是有疫苗孤儿的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这个造册就是说 9月1号之前满12岁的学童 他们是能够来打疫苗的 但是北市9月2号之后出生的学生 他们就差这么一天 可是他们就打不到疫苗了 所以现在算起来 其实有6900名的小6学生 他们是在今年年底之前 他们都是会满12岁的 所以现在他们都没有被排进去 等于他们是没有办法打到疫苗的 那么北市教育局对此 也给出了回应 他们说什么呢 说目前中央是没有纳入这一批人的 所以这6900人没有被纳进去 所以他们会来向中央反映说 尽量是替今年内就满12岁的学童 来帮他们争取他们的接种资格 所以是希望他们也通通都是可以打到疫苗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